大家好啊,这期视频来讲一下OCBC的入金 说起OCBC的入金,用的最多的肯定就是银行电汇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的电汇可能会被银行拒绝让你补充提供一些材料 有的时候呢,你不想动你的外汇额度 或者你想更快的让你的款到账 那该怎么办呢?用的最多的就是熊猫数汇了 那具体该怎么用熊猫数汇给OCBC入金呢? 熊猫数汇能不能首次入金激活OCBC? 如果激活不了,怎么用YS来激活OCBC呢?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明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熊猫数汇 点击视频说明里的注册链接 这个链接是有福利的,能够不定期的送你汇款的抵扣券 点击用之后呢,点击立即注册 然后使用你大陆的手机号注册即可,点击登录 然后根据提示点击立即下载App 这个App在中国区的App Store里也能收得到啊 进去之后点击右下角的图标,点击登录 用刚才注册的账号登录进去 然后汇款的国家我们选中国 然后根据提示一步一步操作下去 需要绑定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是一家民营银行 和百姓网商这些银行一样 是熊猫数汇的合作方 然后上传你的身份证验证一下 然后绑定你的银行卡 在绑定银行卡的时候需要看一下它的说明了 因为不同的银行对应的限额是不一样的 你看限额最高的是建设银行 单笔限额是5万,单日限额是20万 熊猫数汇本身它单笔限额是4.9万 所以说优先使用单笔限额是5万的 如果你没有建行 你就使用像这个普发银行啊 平安银行啊都是可以的 绑定好你的银行之后设置一下交易密码 现在注册认证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汇款了 汇款的时候我们无需购汇啊 直接汇款用人民币 然后到账呢是选择新加坡元 那汇款的金额呢你需要考虑一下 因为熊猫数汇它是按笔收费的 不管你汇多少钱 它都是一笔收80块钱 所以你肯定是汇款金额越多 对应的你的成本就越低 如果你本身用OCBC是想给券商来入金的 那你至少就得往里面汇1万以上吧 因为比如像富途06这样的券商 它是需要你手笔入金超过1万港币 才会送你薪手福利的 但它送的薪手福利本身也很多啊 有1400港币 确定好你的汇款金额之后呢 点击开始汇款 然后需要添加收款的信息 这个信息呢我们回到OCBC的APP里 点击请完成您的设置 然后你OCBC的收款信息就会显示出来 包括你的账号 Swift Code 收款银行地址等等 你就把这些内容都复制到熊猫数汇里 汇款方选本人 汇款用途选其他 然后确认汇款信息 收入来源呢选工资 汇款类型呢 选择其他私人旅行 汇款用途选择英式旅行 优惠券这块 因为我是没用推广链接 所以没有 但你们能用 我放在神明说明里的 就会有优惠券 然后呢就一步往下 进入银行转账的环节 到这里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教程 每家银行呢 还是稍微有些区别的 那我这回汇款用的是招行啊 我就以招行为例 那其实呢 你需要重点来看的呢 就是这个熊猫数汇里 他给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尤其是底下 他有一个转账备注内容 这个是币钱的 这个在你手机银行里 一定要注意 把它写到那个复言里 在手机银行里 填写的信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分支行这里呢 还要再选择一下 就是天津金层银行 转账复言这里 一定要注意写商去 然后点击下一步 转账 它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银行 给天津金层银行 汇款 收到款之后呢 熊猫数汇 在在海外 通过他们的公司户 给我们的个人账户 汇款 其实就是一种对焦啊 所以从实践上来看 熊猫数汇 它并不占用外汇的额度 但是一般呢 是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的 汇款完成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等着到账了 点击一下 订单详情 然后这里呢 会显示它的一个进度 说汇款正在向我们奔来 请耐心等待 汇款订单一提交 到账时间约为1到3个工作日 那实际上 用不了这么久的时间啊 你看我是在一个周末啊 上午9点53 汇出的 下午12点33就到账了 用的时间没有超过3个小时 而且到账的金额一分没少 汇多少就是多少 那你用比较便宜的工行来 变汇的话 到账还得扣你15新币呢 所以说熊猫数汇 它又快又便宜 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熊猫数汇的入金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需要注意 你换做激活之后 这么入金OCBC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首次入金 这样做呢 它有一定的风险 为什么 因为首次入金OCBC要求你 必须是从您的银行账户来入金 而熊猫数汇入金呢 它显示的是通过 Watcher来入金的 这个呢 大概率是熊猫数汇 它合作的一家公司 它的工户打来的这个钱 所以严格来讲 这并不符合华侨银行的规定 但是从实践上来看 很多人都是用户熊猫数汇 来首次入金 也成功激活了OCBC 比如我首次入金用的就是 熊猫数汇也激活成功了 但是如果很不幸 你就是被华侨银行选中的 你就会收到这样一封邮件 华侨银行提醒你说 你尚未通过执行 第一方注资的方式 来验证您的账户 所以需要你来补充 一笔同名账户的转账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汇款神器 WISE 那为什么要使用WISE呢 因为WISE它可以给你 开新加坡的银行账户 有了这个账户 你在入金OCBC 那就是同名的入金了 完全没有问题 WISE的注册链接 我也放在视频说明里了 这个也是能够送你一些福利的 但是WISE虽然注册容易 但激活比较难 因为WISE是没有办法 接受国内的银行电汇的 那怎么激活WISE呢 你可以看我之前做的教程 我也会放在视频说明里 那当你的WISE 已经注册激活好之后呢 我们打开APP 然后来创建一个新加坡的账户 点击Open Balance 在这里选择新加坡Dollar 然后这个账户就添加成功了 这其实就已经可以当做 一个银行账户来使用了 但现在这个账户里的余额还是零 我们需要给这个账户来充一些新元 怎么来出新元呢 我们选择一个有余额的账户 比如说这个美元账户 这里有激活时候的这个20刀 然后点击Convert 然后选择一下 需要转换成的货币 就是新加坡元 输入10新元 实际上激活OCBC多少钱都可以 1新元也可以 WISE的这个汇率呢 非常的好 它不像银行那样会加价 它会把它的收费 给明确的写字出来 你看它这里 只是有一个费是0.04刀 还是非常便宜的 然后我们就一步步操作 就完成了货币的转换 那现在再回到你的新加坡的这个账户里面 你看上面已经是有10新加坡元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点击Send 把这个新加坡元来汇到 我们的OCBC里点击Add New Recipient 添加一个新的主款人 选择 myself 货币呢 选择新加坡元 选择Bank Name 在这里能看到好多新加坡的银行啊 我们直接在搜索栏里 输入欧 出现了一个Oversea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这个就是OCBC华侨银行 选择好之后呢 你再把OCBC的这个STS的这个账号 复制进去 点击Confirm确认 然后一步一步往下操作 你看它的汇款的时候是零手续费的 因为WISE跟新加坡的这些银行呢 都是秒到 而且无磨损 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 确认好这些信息之后呢 就点击Confirm Send 立刻汇款就完成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款 是多久到达OCBC WISE这边说已经完成了汇款 打开OCBC的APP一看 也到账了 那既然WISE这么好用 那为什么你不直接用WISE 还要用熊猫书汇呢 那是因为WISE虽然好用 但很多人WISE资金的来源成本很贵 因为你没有海外银行账户 你又不能国内电汇到WISE 那你WISE里的钱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通过交易所来的 如果是通过交易所来的话 那你的损耗是不是就挺大的 这样算起来的话 它的使用成本就不低了 所以还是用熊猫书汇更便宜 但如果你能解决资金来源成本的问题 你的资金来源成本就是很低 你能从海外其他的地方收到款 那其实你就直接用WISE 来与OCBC进行日常的促进 就非常的好使 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熊猫书汇呢 它是能够来给OCBC入金的 它不占用你的外汇额度 而且速度快成本低 但是它在首次入金的时候 有一定激活不了的风险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WISE来激活OCBC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